Hello 大家好 我是Peggy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美睫師的小力氣 那我相信大家 有些美睫師可能都已經有 將這個睫毛放在客人的頭旁邊 那這樣子一來對美睫師是好的 再來可以提高對客人的服務品質 它的舒適度可以提升 額頭上不會放東西 只可惜就是有一毫沒兩毫 它的高度確實是一個距離 但是其實有些美睫師它的速度很快 其實對它來說放這邊跟放這邊速度是一樣的 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們要如何利用小力氣可以把這個高度提高 然後把我們的距離縮短 我們就要來邀請到我們的 小力氣登場 大家猜得到這個是什麼嗎 這個就是我們小朋友最常用的書架 只要把它倒下來 呈現45度角 你看看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好用呢 一來你看可以把我們的高度提高 然後縮短我們的架接的距離 再來呢 它的45度角的一個提高 然後讓我們這個黑膠呢 它可以聚集在下方 那使得我們沾膠跟取膠的時候 都會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它不會整個膠都攤開來 還有呢 因為我們這一個書架它是鐵製的 如果你是這樣子的一個放毛的這個卡片 吸鐵製的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吸上來 然後我們家的這一個書架 它的寬度非常的寬 那很適合我們3D Plus在用毛的量上面的一個需求 所以今天呢這個小利器呢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你家也有這樣子L角的一個 不管是任何材質都可以 短的長的都可以 你也可以自己來試試看喔 今天我們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希望這樣子的一個小利器對你來說有幫助喔 掰掰